说到朱元璋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下面请各位各位介绍一下此人的历史事迹 朱元璋是穷苦家庭出身 最后逆袭成了明朝开国皇帝算是光宗耀祖了 不过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口味还是没怎么变过 依然喜欢吃面食 那你知道朱元璋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吗 在当时来看还是比较少见的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道全国人民都会吃的家常菜 其实说朱元璋有时候脾气比较暴躁 那是针对大臣 他在管理朝政上是非常严格的 但对百姓非常好 毕竟他自己就是从底层出身至到民间疾苦 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就整天贪图玩乐不务正业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咱们中国人 这样在吃的方面钻研的有深度有广度 可以这么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 就是一部国人的饮食文化史 中华美食文化以其自身独特的魅力 想于世界让人流险 国人到底有多讲究 吃不虚我说大家都知道 还陆空三七动植物都难逃国人口腹 中国人在每道菜肴色香味俱佳的背后 还赋予他深厚的文化背景 几乎每一道名菜都能说出个名堂来 佛教墙 公保鸡丁 开水白菜东坡 菜北京烤鸭等名菜背后的故事 总是引入入胜 有时甚至比赛本身还有意思 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一款面食的故事 每个人都吃过 对于北方人来说 几乎天天吃 想必你已经猜出来了 它就是馒头 馒头的起源 要追溯到三国时期 相传发明者是诸葛亮 最初是用来做祭祀之用 诸葛亮发明的馒头工序比较复杂繁多 里面过牛羊猪肉馅 后来人们将田县的工序省去 就成了现在的馒头 据说馒头的推广普及根 明太祖朱元璋还有一定的关系 朱元璋荡凭群雄夺得天下后 在皇宫大百庆功宴 他特意点了一道叫白银如意的点信 靠劳群臣 这下可难坏了御厨们 急得团团转 他们压根就没听说过这道点心 更别说怎么去做了 这是被马皇后听说了 他对御厨们说 这白银如意不难做 我教你们做法 原来朱元璋出头奔红金军 在马皇后义附 郭子兴仗下听令 刚加入红金军的朱元璋 孙公卫力经常去帮助厨房烧火 郭子兴麾下的厨子 做的一手好面食 其中有一道就叫做白银如意 这白银如意的做法是 是用发酵的面粉和碱水揉匀 去掉酸味再掺上白糖急火蒸熟 色白柔软香甜可口 顶状如花朵开半 马娘娘熟知朱元璋的生活习惯 与饮食爱好 便把白银如意的做法告诉了御厨 御厨们根据马皇后教的方法 很快做出了白银如意蹲上宴席 宴会上众文武大臣之后 散不绝口都说比吃肉还过瘾 后来白银如意这道面食传到了民间 但老百姓们哪里敢跟皇帝一样用 白银如意这个称呼改口叫开花馒头 此后还派生出花卷糖巧等食品 好 对 好